各位弟兄 今天的讲题是两个人一起面对疫境 总比一个人好 传道书告诉我们知道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一个人如果跌倒 没有人扶起他 这个人就有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生在世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困难 假如没有人帮你的话 和患就会临到你的身上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男士调查研究 发现有超过七成的人 遇到问题的时候 包括财务、家庭 又或者工作等等 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都是想着自己解决的 有学者都认为 可能是因为他们成长的背景 又或者是他们家庭的文化 导致这样 但是我们看很多新闻的资料显示 原来男人的成功自杀率 是比女人高的 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想尽办法 解决不了他仇的 解决就是自杀 你看看新闻里面 很多女士 她说自杀了 走了出阳台 消防员就走上来 就是来劝他了 结果劝劝下 他就走回进去 不死的嘛 所以为什么男人的成功自杀率会高呢 其实就是因为他习惯了 所以要自己解决问题 我们试一下想象 在大自然的处境一边 为什么狮子去捕杀那些水流 是表示一些什么的看事呢 原来圣经告诉我们 撒旦好像咆哮的狮子一样 遍地游行 寻找可以吞世的人 原来圣经一早已经这样说了 我们再看回 大家可以用想象的 大家可以用想象的 在大自然里面 那些狮子一路追杀那些水流的时候 他追下追下的时候 原来发觉 那群牛的后面那里落单 就是说一些年龄比较老的 或者是有伤病的 他自己一只的时候 几只狮子就一起搏上去 就吃他的了 所以因此 原来大自然也给了我们的解释 我们如果孤单一个人的时候 正正就是撒旦落手 攻击我们的时候 所以 我们在人生的路上 面对很多困难的仇 千万不要自己面对 你可能会问 那狮子在大自然里面 与我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有的 狮子其实就是发生我们现实生活的财务的困难 工作的压力 又或者是人籍关系等等 如果在座的弟兄 你现在正在面对财务的问题 公众的压力 人籍关系等等 正正就有三只狮子 现在在追杀你 所以你千万不要一个人去面对 你找弟兄 或者是找教会的传道同工 帮忙来一起面对 这个就是出路 而一个弟兄 他在一间工程公司里面 做一个合约的工程师 他的老板有一天就跟他说 你大概还有半年的时间 你的合约就结束了 那我就准备安排你去越南这个地方 做第二个工程 那当然你要离开家 那我就预早跟你谈一下 看看你自己的意思是怎样 这个弟兄呢 后来就跟他太太谈 他太太就表示不是很愿意的 原因就是说 儿子还是很小的 而自己呢就在小学的教书 如果是你在越井的时候 对他儿子的生活的适应 其实就不是太好 以至他的成长 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样成长 他多了一个顾虑 这个弟兄其实都尊重他太太的意思 后来他就将这个问题 就是在小组那里 就跟弟兄来分享 你知道男人 看到这些处境有很多意见 于是就有些就提出 不如你整家一起去 那就不会离开了 又可以照顾他儿子了 又可以照顾到太太了 但是同时面对一个问题 他太太要辞了一份工 他儿子又要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来生活 等等这些他们都是考虑的 结果呢 在小组大家讨论分享的时候 是没有结论的 没有结论之后 组长就提出一个请求 他说不如这样吧 既然大家都没有结论 我们不如将他交给神 我们一起来祈祷 我们将刚才所有的提议 我们按下不表 我们交给神 看看神怎样带领 于是他们一起祈祷 其中之后真的交给神 这个弟兄之后就上班 上班 他就直接跟他的老板说 他就说 我们打算是不去的了 因为我太太的意思 儿子的成长环境 可能需要适应 他自己又要辞了一份工 他就这样很坦白地说 他的老板说 他的老板当时也表示 嗯,好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这样来回答覆他 这个弟兄就离开了办公室了 事后这个弟兄就说给我们知道 原来他的老板就看回 他以前的工作表现的档案 大家也知道 在公司上班 不要连都有一次的工作表现评估 他一直看回答 他一直看回答 他发觉这个员工的工作表现 其实都很好 他再看一两年 结果之后又怎样呢 他的老板就直接跟他的老板 更加高级的老板讨论 他就跟他说 我说这个员工的平衡表现 以往都是这么好的时候 我们现在本来打算是安排他去越南做 但是如果他不去行不行呢 或者他留在香港做行不行呢 因为他优秀的员工 其实是公司很补给他的资源 结果竟然可以说服得到他的上司 来做这个决定 他就不用去越南了 这整个过程 连帝兄自己都不知道 知道他的老板跟他说 有一天他就叫他入办公室了 你可以不用去越南也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安排另外一个新的工程的项目给你 你在香港做 这个项目 若望是有两年半的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去安排得到 到现在我们只是相信一样东西 就是说这个意念进入在他老板的生活当中 我们唯有相信是神自己做感动的工作 所以各位弟兄我们看得到 当我们真的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将这个困难带回去神的面前 并且我们跟弟兄一起来祷告仰望神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神会用什么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一定是我们最好的解决方法 所以我们不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困难 无论是逆境仇 无论是困苦仇 我们一定要记得 与弟兄同行 以至我们在土国当中不断的壮大 不断的更生 不断的突破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